出门靠朋友这话一点没错 自从上次房子漏水 又遇到不熟性的房东 在朋友圈发出SOS求助信号后 就得到了温哥华地产专家朋友们的给力帮助 今天我专门到朋友松总 位于西温的熊猫地产办公室 好好的再取取经补上这一课 那时间遇到了就是租房的一个困扰 然后呢一条视频之后呢 有很多网友像我一样 他们也是牛卡嘛 他们也很想知道跟我一样 想知道如何才能找到靠谱的房东 跟住客之间的关系呢 尽管说是一个有点类似对立面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在招住之前的交流 因此呢就双方不要直接单单的就是进个面 过个手交个押金就住进去 应该要在前期的这一个接触上面 特别是一些供管物业 这些有一些刷打排楼啊 有一些噪音上面的 concern 包括弹钢琴之类的这些东西 是有这个disbill resolution 就是RTP的这些仲裁这些东西 但是在我看来 不管是对于住客还是对于房东来说 现在的仲裁的时间都特别的久 所以与其是等这么久 倒不如好好的协商一个比较 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些奥考 总结一下大概是有几个要点吗 呃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一开始的话呢 你要知道我们所谓的沟通是为了什么 就是management of expectation 那上次电话您跟我提 我们就会做厌房 然后拍三百多张照片 作为留下来作为record 大家共识的东西 对对对对 一个翻路的时候做的这些警察报告 包括拍照 特别是拍照这一点是很多 非专业的房东他们会miss掉的 他一般就是对五张照片大概对一般的话 如果说是两房两屎两屎两位 1000次左右的房子 差不多拍到200到300张左右是正常的啊 再上去的话 single house有的 我们甚至拍到1000多张的都有 就取决于这个房子的整体的情况 看到一些网友他们也是房东 对在下面留言也是表示瑟瑟发抖 其实房东也很害怕遇到难缠的难搞的房客 对那作为房东他们怎么能找到比较优质 什么是靠谱的房客 房东在找租客的时候呢 首先得先确保这个租客是能够擅长沟通的 他能够不去躲避这些沟通 就是easy going good communication 之类的 的基础上面 你再去看他的这个资金 就是租金的这个承受能力 比如说他的income啊 他的investment account 这些东西你可以去作为房东 是可以去要求租客提供 唯一的不能够要的呢 就是一些隐私性的东西 比如说C number 这个是不能碰的 包括 driver license driver license的话呢 那个number是不能够要的 那个也是private information 信用记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别经历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的职责就在于给房东 寻找这些证明 因为我们的优势就在于 我们接触的非常多的租客 可能租客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沟通是一个可以显示出来 这个租客他有没有一定的素养素质 懂不懂的尊重人 这个一个方式方法 也好 New Karma也好 證明是哪一些渠道或者APP 是我们更靠谱的能找到 房东房源 能让我们既能够安心的工作学习 你要是从一些简单的一些平台 比如说Quacklist Lift-A-Rent Jumper PenMapper 这些上面去找房源的话 房源非常的多 找房源的话呢 有两种 一种的话呢 是通过我们不同的物业管理公司的网站 包括我们熊猫地产的网站 目前的话呢 我们持续每个月几乎任何一个时间 都有70到90套房 但是呢 一些New Karma 他们会需要我们所有的搬家服务 就是relocation 这种情况底下呢 他租客是可以付我们物业经理一样的房 收费是一样的 都是半个月的房租一次性的 然后由物业经理去帮这个New Karma 去找房一个租客 去审阅这个出租的合同 因为出租的合同有的时候 尽管说这是一个 有一个法律框架 但是有一些 tricky的东西 有些非常tricky的东西 对 包括像之前你也碰到了 对 好的 非常感谢林总 专业的是找专业的人 今天我真的学习到很多 临走又欣赏了下西温海边迷人的风景 成岩